各位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小马视频,我是小马 今天咱们继续学习view.js的第25期 今天咱们的标题是,请看 组件之表行组件 好吧,那么咱们先看一下今天的支点啊 就是说为咱们的表格制作一个表行组件 因为在咱们这个页面开发过程中啊,尤其是个网页 用到很多很多的表格 那么网页的表格呢,是由表行和表单元组成 今天咱们就是要做这么一个表行组件 非常的简单,咱们就直接看一下例子吧 好,咱们看啊 我想在这个页面中实现什么功能,什么逻辑啊 首先说,我想打印做2017年最期待的游戏 或者说是我最期待的游戏啊 好,什么游戏呢 咱们看,我这个地方用一个表格来表示 边框线呢,是一个宽度 好,首先第一行是这个表格的标题 或者叫做标题行 一个是编号,一个是游戏名称 然后这个表格内容呢 大家请看,这个地方呢 我做了三个表行的组件 或者说是叫做view.js的表格表行组件 好,那咱们具体的看一下 R1,R2,R3各代表什么表格内容啊 好,咱们先看 买R1这个表格组件 表行组件 里面呢,有一个模板 是说,大家请看 这个模板内容呢 首先就是一个表行 这个TR,TR都有表行嘛,对不对 然后这个TR里面,大家请看 有两个单元格 一个是编号 一个是游戏的名称 第一行呢,我写着是我最期待什么呢 塞尔达传说 荒野之息 这个是Vswitch 不是,老Vswitch 是任天堂Switch主机的游戏 代表作啊 开山之作 3月3号发卖 非常的期待 好,这是咱们表行 第一行 那我表行第二行呢 我又定义了一个组件 咱看啊 这第二游戏我期待什么 我期待这个马里奥赛车 这个呀 是4月份发卖 稍等啊 我正好我在这把日期写一下 一个是3月 一个是4 这应该是4月28 塞尔达传说是 3月3号 好 这是两个组件了 然后第三个表行组件 内容是完全 不是内容啊 应该是说数据结构完全的一样 内容不同 这是编号为3 然后呢 这个名称叫做乌贼年二代 其实这个游戏我不是很期待 但是期待的朋友很多 所以我呢 把它也列在这个地方 这个游戏我玩的这个头晕啊 可能是颈追不太好啊 好 这是咱们三行表行 然后咱们怎么使用呢 咱们上期讲过 这个地方呢 或叫做这个 view.js组件名 其实换句话说啊 就是标签名 标记名 使用方法呢 就这样使用 好吧 大家能看到啊 就是说我这三个 表行的标签 在这个地方写 为什么呢 这不写在这个表格里面吗 好 然后呢 下面呢 是咱们的这个应用程序的APP 这个没什么可说的 和以前都完全一样 但是大家注意 我有一个问题啊 大家请看 我这样定义组件 在前几期是没有问题 我这样写 在前几期也是没有问题 但是今天就有问题了 有什么问题啊 咱们大家注意 我这是在一个表格里面 引用我的组件 对不对 那么根据HTML的规范 表格下面 直接跟什么元素 啊 只能跟表题头 然后是表题身 包括这个表题行 对不对 那么咱们这个叫买肉1 买肉2 这是咱们自己定义的标记 对不对 那么它能不能够正确显示呢 咱们试一下啊 好 咱们试一下 我把它拷贝到咱们的HTML当中 好 然后咱们运行啊 今天是第25课 我运行一下浏览器 然后找到25 咱们执行一下 大家注意看 大家注意看 画面上是显示出来 咱们看一下页面的结构 虽然画面显示出来 咱们大家注意看 一上来是个DIV 这是咱们的APP 这个没有问题 然后注意看 这是三个表行组件的内容 TRTR 非民对人 塞尔达传说 2 马里奥 3 乌贼娘 对吧 它并没有在表格标记里面渲染 这是为什么 对吧 咱们的代码啊 请看 可是写在这个表格内部的哟 为什么这个view.js给咱们渲染时 却没有渲染到表格内部里面呢 这个呢 就是HTML的试样 这个没有办法 如果咱们想把这个表行 表行组件的内容 显示到表格里面 该怎么做呢 好 好 我给大家现在做一下 这个地方 我屏蔽起来 稍等 这样写 说明是不行的 那么怎么写 大家请注意看 组件名 我拷贝一下 然后 我写 不好意思 我写一个TR 然后这个地方 注意看 我用E字 这是一个新的属性 E字谁 E字肉1 这个肉1呢 就是咱们这个表行组件的名称 或者说是Tag名 就这个地方叫Tag名就不好听了 应该叫做组件名了 为什么 因为它不是用于Tag嘛 它不是用于标记了 它是用于属性的值了 好不好 好 那同理 咱们把23也写过来 好 这样写行不行 咱们再试一下 注意看 现在咱们这三个TR 可是在Tag名外面 这个是不符合杜姆规范的 好 那么咱们刷新一下 看看新的写法 行不行 够 咱们看一下 稍等 我把它打开 好的 大家注意看 已经显示在这个表格里面了 换句话说 如果咱们要想定义表行组件的话 要用到E字属性 这个请大家注意 然后内容呢 也出现在了这个表格的内部 同时呢 用一个边框线框起来 这个呢 今天的视频呢 其实就是一个知识点 就是说 如果您在工作中 如果呢 想编辑表行组件的话 记住 使用E字属性 就可以了 好吧 以上呢 就是今天 我给您介绍的所有的内容 不知您听明白没有 今天我的代码呢 放到开源中国的服务器上 供您参照下载 好吧 那这个视频就到这里了 咱们下期再见 拜拜